P780的部分 其實它面料有點偏斷面 所以它整件都是皺的 是直條紋的皺的 那所以說這一款是不是因為它本身皺的就不需要燙 我覺得還是需要燙 因為本身包裝的摺痕 它會有橫向的摺痕 那我覺得它整件的 調性跟味道就會跑掉 那你說這種抓皺是它能不能燙出 整件都是變成平的做法 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我昨天試過了 170分 60公斤穿的是一個蔡柔號尺寸 吊尖跟蝙蝠袖的部分一樣是五分袖 那胸尾大概離我身體應該是有5到8公分吧 衣裳的部分也是有到70幾公分 這款的好處是在於它的面料偏軟 所以它在做全炸跟半炸的時候也非常好做 這具237的部分 它有綠色的卡其跟黑色 它的一個頸骨的部分有兩個折口 腰部也有兩個褲子 所以它在做全炸跟半炸的時候非常好做 版型的部分就是一個寬褲